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还有上Google的翻译 那么多 真的非常非常多的ATEM 甚至我们今天不会交到的教室 下一次我会跟各位分享 这都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来去玩一下 所以他就把这一个部分全部就称之为浩介SWIT 那请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是教育版是不用钱的 而且只有学校单位才能够申请 如果你今天到外面去 假设一个组织里面有五个人想要使用Google SWIT 那对不起一个人就要至少15块美金 而且每个月都要讲一次 所以这也是要知道的 那Google SWIT它如何真的很好玩呢 那我会希望说把就是这里面我把它想就是安排变成一个套客的方式 让我们去了解 好那在这个地方我想今天的重点可能会在于就是说可能你反而就知道Google的文件 我可能会把它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很好玩的地方告诉你 好那还有下面有Google私传表 它要结合Google表单 然后Google的网站 网站如何架设叫Google协论作业 甚至最后希望跟你分享一下Google如何埋那个GA码 然后你会去做网站分析 这全部都不用钱 好全部他都帮你分析好了 甚至还有学校请我去说去教说 那我们就来看各个系各系学生来去打溜 比如说南亚技术学院什么什么系 然后看的关键字会是什么 然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做这些关键字的一个研究 它就叫做GoogleChain 这通通都在Google Suite里面 那我大概把课程去分为 大概先让我们了解一下Google的一些常用的配合介绍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就想要去进行一个套课 就是这一个 例如说如何去架一个网站 架一个网站 架好网站的时候呢 如何让我们的网站被人家搜寻到 然后甚至会有一个短网址出来去做行销 那接下来这是关于协论作业的部分 另外如果说时间够的话 我会希望再跟各位分享这个主题 就是用Google的表单来去结合资料的收集 这我想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重点 当然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交Google地图 那其中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我总共给各位的投影店有70多页 那其中最后一个部分是要跟各位分享 Google不是也有YouTube YouTube的影片 像我就把我大概有3000部的影片 全部放到YouTube上面 然后他又可以带给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教学的应用 我就想把那一段跟各位分享 好 那我们还是来观看一下 观看一下 就是我介绍一下我姓孙在哪里的 或者在太阳的羊 这是我的LINE ID 提出了点上 这是我的什么 WeChat 如果你要跟我联系的话 你可以加我的LINE 然后或者是WeChat 我们可以保持就是一对一的一个联络的方式 好 那我之前民国100年之前 我还在聚江电脑总公司专院讲师 也就是帮他交各公家机关合作 可是到了100年我就想说 我家里都100岁了嘛 那你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作为 我就想说好 那我就把我的资讯专才希望说 能够跟生物啊 跟医学的一个专家来去合作 然后他们能不能解决癌症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跑去国立养民大学 去攻读我的学位 好 然后呢 目前我现在还在国立养民大学 在攻读我的博士学位 其实好难念 已经好多年了 都还没有办法毕业 好 不过我希望 沉浅的失望就是说 把我 把我就是说 就是剩下了一些时间 来去就是说 能够解决人类这个癌症的意图 这样子的生活目标好像也蛮有意义的 然后我有电脑证照 三十多章 我也有那个写了五十多本的书籍 之前因为大家都不太读书了 所以我就把我的近几年的教学 把它变成影片化 然后就直接把它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然后放在YouTube上面 方便大家来去搜寻 好 那当我的主要的专长还是其中在 像例如说 大数据分析 还有像这个 软件的应用 像微软公司的 或者叫PowerPoint的这些 还有像例如说 网页能工动态这些应该都可以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跟我一起 好 那我们还是要回来去讲这个Google Google这个 它服务的特色 我觉得 我觉得主要它的特色是 它有一个免费的很大的空间 如果是学校 学校版 你们现在申请的 这样的空间多大吗 只要你那一台的应别空间有多大 就可以塞多少只要进去 可是 如果你今天是 你今天不是用学校的 你是个人的话 它只给你15G的空间 15G的空间 这是各位可能要知道 像我 我可以给我一个概念 我的所有的3000部影片 我放进去都还没有办法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它又有很多很多用不完的App 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跟各位介绍这个App 还有它有整合服务 整合服务 另外它 因为已经慢慢的都不用纸张了 所以他其实 他说他做这件事情是环保结盟 好 我想要各位觉得是不是 不过重点就是Google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服务 那接下来如何申请呢 其实 其实它在这个地方 你就只需要 例如说 先申请自己一个 那个Google的账号 你家有一个Gmail 你就可以去申请了 而且它15G 15G 免费让你先使用 不够了 再申请 好 那我们常见的Google 部落格 现在慢慢不流行 那我现在呢 我们要给各位来看一下 常用的这个Google App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要先带各位进入到Google Google自己拥有的常用App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要打开 Chrome浏览器 打开Chrome浏览器 因为我们都是在街上Google里面的工具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网址 你当然就是到Google的Accounts 所以在网址列这个地方 就出 Google.com 以前Google 是不是 www.google.com 那现在我是不是要进入到Google 这个世界 所以变成我要输入什么 accounts.google.com 好 那就麻烦你们 现在要开始跟着我一起做 因为我喜欢把课程设计成 就是大家都是实作 一起来做 一起动手做 所以麻烦请打开Chrome 然后请在这个地方 网址列 请输入accounts account就是账号 然后他多加了一个s account.accounts.google.com 然后enter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如果你没有 如果你这边还没有出现自己的 那就你用使用其他使用者 好 假设我现在这边没有出现 好了我先把这个先移掉 我先把这个移掉 您看一下 假设我到了accounts.google.com 我第一次我这边没有任何人 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在这里面输入电子邮件 或者电话号码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输入我南亚技术学院 你要记住一件事哦 我现在所有的操作只能在南亚技术学院里面 怎么讲呢 我的学生我的同事我的伙伴全部都在这里 例如说能不能连到阳明大学 不行这样可以了解就是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他的资料也不会去外泄出去 因为别人连连不进来 你们也连不出去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请把电子邮件输入自己的账号 像例如说我南亚技术学院的那个Google的账号 是T9.0小老鼠小老鼠 然后LGSAT.COM 各位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大家全部都是这个LGSAT 这样可以了解 前面就是你的账号 前面就是你的账号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或者是电话号码 所以当时如果你是用电话号码申请 你也只有在这个网域里面的电话号码 是可以互相通的 这样可以吗 这个账号 然后点选继续 然后接下来 我刻意做一个错误给你们看 就是 例如说我现在我用阳明大学 我想要连进去 连到这里 连到这里 是连不进去的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阳明大学 我的账号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是GM.ym.edu.tw 各个学校后面见识的不太一样 但是你都看得出来 那就是自己学校就对了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我现在我可以进入的是阳明大学那个网域哦 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照样可以继续 照样可以继续 可是可是我只能进入到阳明大学那一个Google 所以这样可以了解哦 好 那我还是要回来去使用我们 我在清明 我在那个南亚科技大学这边 所以我先回到上一页 如果说你就提出跟管理员提出申请 你可以两个三个十个都可以 所以你只要跟管理员提出申请 他都可以给你 他不会有使用者的限制 就像例如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管理员就是李老师 李季然老师 那我就跟李老师提出 我想要帮我们整班来去提出申请 那我就请他帮我做五十个账号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哦 他没有人受限制哦 还有我曾经在OB1365的时候 我跟无论公司讲说 麻烦你提供给我 例如说五百个账号 他说对不起 我们没有提供这么少的账号 我们要提供就是一万个 就是申请那个使用者的上限 给你一万个够不够 不够再给你十万元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哦 他说我们通常希望就是给那个越大的群来使用 他会收的钱越多 可以了解吗 好 因为一个账号十五块美金一个月 好 所以学校是免费使用的 这点是请各位们来去思考的 这是还蛮好的一件事 好点选继续之后呢 那我就要输入我自己的密码咯 那密码就不能告诉各位了 你们自己要输入自己的密码 然后点选继续 我们是不是就进去了 你怎么知道你进来了 右上角这边 他会把你的名字显示在这里 然后我说常用的Google的APP在这里 你看哦 Gmail蛮常使用 你如果使用Android的手机 是不是要有一个Gmail 然后云端一叠 云端一叠 文件 四传表 简报 阅历 甚至还有check 还有meet 然后Google家协作平台 做网站的联络人 更多里面 还有什么论坛 YouTube YouTube各位一定都知道了 Google公司买走 这个用天价买走YouTube 可是他其实赚到更多 因为当时 Google公司 他就是没有这个 就是视讯的平台 对吧 所以他就只好花天价 去买一个 因为他只能要 要做就做第一 的这种概念 好 所以他就买走YouTube 反正这边有很多APP 对吧 那我们就挑重点 来跟各位分享 首先我想 云端硬碟 是我们讲很多很多资料的一个核心 所以我们就直接切换 点选这个 点选这个 切换到云端硬碟 来麻烦请各位都切换到云端硬碟 其实我也想要给各位观看一下 我如果如果有机会 我给各位观看一下 我自己那个放15G 15G的云端硬碟 好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云端硬碟里面 他说储存空间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教育板 没有上线 没有上线 你们知道 所以他不会告诉你说 你总共只有15G 好 他只会告诉你 现在你已经用了多少空间 我开给你们看一下 我用另外一个视窗 开给你们看 这是自己个人的Google 自己个人的Google 好 例如说我现在登入 例如说我现在进入到自己的Gmail 这是我个人的Gmail 好 对不起 每次在不同异地 他都需要 我应该用简讯 简讯 简讯 好 这样子让我登入之后 因为每次只要在异地 另外一台电脑 他都要求我去输入这个 这个简讯的密码 这样做一个身份的确认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面的一个云端硬碟 你看一下 左下角这边 他就说我总共 我总共可以使用15G 对不对 可是我这里面已经放了将近3000铺的影片 他说空间只剩下1.3G可以使用了 这样可以了解 那当然当然这个是免费版的使用 这是个人Gmail的免费使用15G 那可以升级升级 可是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 教育版 这我就登出了 我们现在说使用的是南洋技术学院 我们是教育版的使用 所以他没有使用上线 可不可以用20G 30G可以 只要你那一台硬碟空间够大 是绝对可以用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必须要去思考 像例如说各大学院校 为了要去做这个 这个只有内部组织可以看得到 去做这个资讯的 例如说分享 绝对来说老师把教学影片分享给学生 那是不是老师要把影片做好 放在云端上放在这个G Suite云端硬碟里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拥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好了 那接下来各位 会不会建立资料夹 像这边有一个verse的资料夹 怎么建立 麻烦请点 左上角这边是不是有新增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主要的功能几乎都在左边 然后这就是它的内容 它的内容 那因为是云端硬碟 所以我们会在里面先建立资料夹 怎么建立资料夹 这边是不是有新增 可以吗 麻烦点一下这个新增 点这个新增之后 点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自己命名叫名称 例如说针对什么课程来去命名 针对什么课程来去命名 我通常习惯是假设我把这个2019年的教学 或2020年的教学 我都会把它区分开来 像我这边我就取名叫做教学的资料夹 好教学的资料夹 然后点选建立 所以这边我是不是就建立了一个叫做教学的资料夹 那我能不能建立一个就是网站 网站的资料夹 当然也可以啊 就是我所有网站相关的内容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新增资料夹 例如说网站 因为马上就要教你这件事了 好所以我这里面会有教学 会有网站 那麻烦请各位 麻烦请各位哦 在教学里面 教学里面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怎么样进入教学 就快速点两下就进去了 这个既然是云端硬点 我是不是可以把档案放进去 所以放进去档案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打开资料夹 打开资料夹 打开自己本极端的资料夹 可以吗 打开自己本极端的资料夹 例如说文件 文件图片 图片 范例图片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几张范例图片 我就直接把 例如说这张契额的图片 直接搬到云端硬叠 这样就等于说把一张图片上传 你可以上传一张图片 当然也可以上传十张图片 可以吗 好 那你可能有时候 你可能有时候 你要上传的资料是 其他的网页 是其他的网页 所以这个时候 也许你可以去下载 你可以去下载 所以我们先点一下加 好不好 先点一下加 就是请增加一个视窗 然后在这边我们就输入 输入什么 例如说骂人的代价 骂人是有代价的 好 然后的图片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 例如说我下载这一张图片 我下载这一张图片 其实是有意义的 是有意义的 因为等一下我要把图片 直接转换变成什么 文字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字 怎么样让它直接转 这个叫OCR 好 所以我就先把它下载下来 这张图片会不会下载 滑鼠右键 另存图档 另存图档 存到 例如说我的下载里面 好吧 请存到下载 就是这边就是一个 台湾骂人 驾目标 好 那我就取名叫做 骂人 驾目标 然后点选存档 好 这样我是不是就有 下载里面有一张图片了 我把这张图片 传到哪里去 传到我刚刚的这个 这个教学这里面 那因为它已经在我的下载里面了 所以打开资料夹 请打开这个资料夹 然后把这骂人 驾目标放进来 就是上传上去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两张图片 这都是图片 好 这就是 简单说就是 云端硬碟的一个简单的使用 那问题是 你除了建立资料夹 你有可能会把这个档案传上去 放在我的名端硬碟 可是你有没有可能会希望编辑它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它提供了 其实还蛮棒的一些工具 像Google文件 Google市专表 Google简报 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图片档 这个图片档 有没有可能直接把文字提取出来 它是一张照片吗 照片 照片中的文字 怎么样提取出来 滑鼠右键 在这个地方 选取开启的工具 请用Google文件 请用Google文件打开 所以滑鼠右键 然后选取开启工具 Google文件 好 我们现在一看它会自动去做OCR文字辨识 OCR就是光学影像的一个辨识 好 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张图片 还是写给我们看 这张图片 那你看 拉到下面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 台湾人架目表 有看到这些字吗 台湾人 这是字哦 这是一张图片 这是一张图片 有没有 台湾骂人架目表 它这边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它这个字就没有翻出来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 它有翻出来还都是正确的 台湾人 台湾骂人的骂没有出来 骂人架目表 有看到吗 所以这个Google文件我觉得还蛮好用 它至少比福尔的有差别的地方就在这里 可以吗 就用滑鼠右键直接点选图片中的文字 各位可不可以想想我们还可以怎么应用 因为它有这项功能 所以我再告诉各位 我们不是有那个车牌辨识吗 那个只要投影机去投影 然后拍了一张 拍了一张 它的车牌号码 就直接辨识出那几个数字 它就不用再用一个代符了 对吧 它就记录在它的那个资料里面 几点几分 就是拍了这张照片 然后车牌号码是几号 它出去的时候 它出去的时候 它就去缴费 它就直接不用那个代符了 它直接去那个server里面 来去输入它的车牌号码 大家了解吗 这都是一个还蛮简单 就可以应用的事情 很多单位他们也都是这样做 好 这个难度不是很高 因为 可以确定一下 它是在图片的 是要打开图片吗 不用打开图片 它就是在你的这里面 滑鼠右键 然后选择开启工具 选Google 文件 就好了 OK 好 那 既然是东西可以修改吗 不行 它已经把你整个扫描文字 在里面了 没有啊 你看一下 对不起 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它下面有这些字 这就是你可以再拿去应用的 上面是图片 图片你不能动 不能改 可是下面这些字 是你可以取走去应用的 那 现在 现在你可能会觉得 这么多个字 它正确率大概九成 甚至更高 九成五 你才会想要用它吧 那如果一张照片里面 它拍出来就只有四个数字跟两个英文字 我想正确率会很高 不太可能会把那个Z辨识为A 或者是不辨识 好 这个几率就高了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我觉得Google文件 它优于 就是它比较特殊一点 比Word来的好的地方 Word就没有那个OCR电视 对不对 好 好 继续 继续 我想讲 我想要介绍一下 继续 好 那我们来观看一下 刚刚这边Word Word 请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 如果 这个Google 文件 你稍微做一下编辑 例如说 判赔3000 然后 什么时候 再加上 这边后面输入123 请你稍微注意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说 当你今天做过文件的修改 你要不要刻意去储存档案 有听懂我的问题吗 只要是网络上的文件 它是不需要去动手做这件事 它不需要动手去做这件事 比如说我现在关掉 好 各位 在教学下面 是不是就有了一份 这是什么 经过Word的编辑出来 对不起 这个才是经由Google文件 编辑出来的文件 对不对 好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快速点两下 打开来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下面这个123是存在的 我刚并没有存档 所以请你注意 网络的文件 网络的文件 它会自动的版本控管 好 我先把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哦 我去下载下来 麻烦请把这份文件 下载下来 请把它下载下来 会下载吗 然后在这个地方 下载 滑鼠右键 然后下载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 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请问你 我们是不是有 Word的这套软体 来去编这个档案 所以接下来点一下它 然后启用编辑 假设我现在呢 现在在我的Word 现在是在Word的里面哦 然后我输入456 456 好 然后储存这个档案 关掉 请问刚刚我在网络 图上的这个档案下载下来咯 下载下来我也编辑了 变成456 是不是下载这个档案 对不对 这个Word的档案 然后呢 我把这个档案 重新放到这里面 上传 档案名称是不是相同 档案名称相同哦 那我就会说 我这个档案被我覆盖过去 但是事实上你有沒有发现 你有沒有发现这边 它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形式的档案 好 没关系 不管怎么样 假设这个是我上传上去的第一个版 第一个版 各位管理版本 这是我刚刚上传上去的第一版 可以哦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可能在这个档案 我又再去做一些修改 例如说 我现在在我本基端的这个档案 我再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例如说把这个 这个后面我改成333 好 改成333哦 然后储存档案 请问一下 我这个档案有没有版本控管 现在在本基底下 现在是本基底下的这个档案 有没有版本控管 当然没有 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必须要 例如说我们就后面加一个02 然后另存新档 对不对 好 可是你看哦 我现在把这个档案 再搬回去 搬到云端 搬到云端硬碟里 请问 我有没有再产生出新的另外一个版 新的另外一个档案 没有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呢 它会记录前面那个版跟现在这个版 同样一个档名 同样一个档案 但是它会有两个不同版本 好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哦 现在这个档你快速点两下 打开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就会多了一个333 对吧 它一定只会呈现最后一个版的最后结果 好 那我现在就把它先关掉 对不起 回到刚刚我自己的自己的云端硬碟 你有没有发现到在这个教学底下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滑鼠右键的管理版本 管理版本 它出现了两个不同版本 而且呢 这个版本是之前的版本 这个 这个是之前的版本 可以吗 之前版本可不可以打开 当然可以去下载 可以去下载 那这里面的内容呢 就是没有那个333 可是这个版本是最后那个版本 最新的那个版本 所以它也是可以下载 这样可以理解吗 这就是版本控管 各位老师 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 请问要不要做版本控管 当然要 好 例如说好了 当我们今天投稿 一定会 一定会回复 要改什么地方 要改什么地方 对不对 那你不能把之前那个版 就直接删掉 对吧 所以版本控管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我觉得这是 本机端做不到 但是我们 网路上 是做得到的 老师请问你一些话 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做版本 做什么的话 我们在写论文端 就一直把资料 它是复盖的 复盖它 一直复盖它 但是它一直帮我记录 版本别 我要去再找 十分钟的一些资料 就能复盖 那你就 你就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 就的版本 我没有做版本控管 一定有 只要是网路文件 它一定帮你做 版本控管 除非你换党名 除非你换党名 它就重新开始记 可以吗 对 只要找时间别人 去找时间别人 它这边认定的方式 就是用时间 时间的盘序 可以哦 好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这个G Suite 这项功能 这项功能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本基端 或者是你的随身碟 请问你的随身碟 你把资料存进去 它会不会帮你做 版本控管 不会 只有云端硬碟会 这样可以了解 好 再来共用 你们会用共用吗 会吧 所以这边我只大概讲一个观念 你们听懂就好了 但是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共用云端硬碟太重要了 共用云端硬碟 就是说 当我今天 我刚刚是不是我的档案 我的云端硬碟教学 这个档案 你要去共用 那你就只要点这个共用 然后 就是让别 你要共用给谁 就输入他的账号就好了 这个是档案的共用 但是 好 例如说好了 我想把这个档案 那个 第一位老师 您能不能提供给我 您的账号 这是您的电子邮件最前面那个部分 因为刚升级我根本还没提供 好 YCCHIE 好 那后面大家都一样 然后 叫做了 G-S-A-T 电 C-O-N 好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给他共用 给他共用 然后 我就 我就只要这样输入就好了 然后点 存送 这样子的话 我就等于说给他共用 也就是 他就可以 取得我这个档案的下等圈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整个把一个云端硬碟开放共用给别人使用 是用这个共用云端硬碟 他就你就把它想成我不是开一个档案 我是开很多很多个档案 也就是在这边共用云端硬碟 建立 共用云端硬碟 好 一样 就是 假设我今天给 就是 老师 YCC H-I-U 小老鼠 了 G-S-A-T 点 靠 建立 然后 等于说你把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料夹 等于说开放共用给别人一起去使用就对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要特别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你现在的共用的对象只能是南亚技术学院的任何人 可以吗 不可以开放给比如说校园外的任何人 他是完全阻断的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我能不能给例如说新增成员 新增成员 例如说这个新增成员 我新增我阳明的那个居庙 或者我个人居庙 好 这边 这边我要讲一下 就是 他不能够给那个 其他的主欲 其他的那个网欲 但这样可以给个人 例如说现在这一个 这一个 动用云端一叠 我可不可以给个人使用 可以啊 像例如说假设给个人 可以吗 这是个人 看得出来这是个人吗 后面就是小老鼠gmail.com 这样可以了解 然后新增成员 我就新增给他 然后要开 要与机构外的使用者共用吗 有看到吗 他不能给其他的主欲 他不能开放给阳明大学的人使用 可是他可以给个人使用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以下的 好 然后这边他就特别告诉你 这个 刚刚这一个人他是个人 然后他是机构外 怎么知道是机构外 因为他不是the gsat 对不对 各位知道the gsat是什么 对就是我们学校 这个网欲名称 这样可以了解 好 这只是他在那个google sweet 他这边他取的一个名字 取的一个名字 像阳明大学他根本就不取了 他就叫gm.ym.edu.t 他取的叫gm 其实我要告诉你 连政治大学 他就是gm.ncc.edu.tw 大概都是这样子去设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好 然后就点选继续 这样子的话 变成说 这个共用云端硬碟 也就开放给两个使用者 可以吗 那请问一下 这有什么好处 这有什么好处 地区工作 好 那我们现在 他也是可以提取你的资料 当然 这次你要授权啊 这次你要授权给他的啊 这样可以了解吗 那 我现在已经授权给他了 那我如果这边做修改 他那边也会跟着 会 因为大家看的是同一个 那他那边修改 会的 他有权利把档案传上去 这就是协同作业 共用文 共用资料讲 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开放给主持里面 大家一起协同工作 重不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提高我们工作效率 举例来说 好了 我有一份文件 我要十个人 例如说我要调查 那个桃园的小吃 那每一个人都写一样 你心中最喜欢的 我是不是三分钟内 我就大家都上网去填 填完之后就得到结果 这样可以理解吗 这是非常非常快调查资料 收集资料很棒的方式 好 那我要继续讲表单哦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那个盘门控管 绝对是获得望尘莫及的 那结合这个云端技术之后 很棒的地方 我不晓得各位 你们各位老师哦 我们要听那个新的idea回去之后 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而且而且你再不知道这些事情 你就没办法去更新更新 因为因为你要赶快去追上这些技术的使用 你可以节省好多好多时间 好 那不知道也无所谓 只要是认识我 你到时候你就会想说 我应该学什么 然后我也会把这个影片呢 告诉你说你就去看哪一段影片 你就知道了 这样知道吗 我觉得尽量我们再多去讲这些技术 给你们知道 好 那我们接下来有了解了 共用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我给你更多更多的那个文件的共用 例如说 例如说我回到刚刚我的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 我去建立 我去建立一份 在教学底下 我去建立一份这个档案 建立一份Google文件 好吧 然后我介绍 介绍桃园小吃 就是 我希望等一下 你去看到是这边有一大堆人跑来跑去 就是在这里面工作 了解吗 好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档案名称 这个档案名称 你有没有发现 桃园小吃 他就直接点一下 他就出现 然后接下来 我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好 例如说 我就写我的英文名字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 在那个 那个 中立 柯仔街 好 请问一下 我这边是不是输入了一个资料 对不对 要不要储存 不用储存 好了 我现在我想要开 动用 我想要给别人一起来去编辑它 所以麻烦请你们等一下一起进来去修改 好吗 例如说我现在就开放给这个 这个 能不能还有哪一位老师可以提供给我 有没有 因为你要 你等一下你要 我开 共用给你 然后麻烦就请你 直接进来里面去做编辑 我要给大家看什么叫共用就好了 有没有另外一位老师可以提供给我 你已经 HWA HWA 小老鼠 对吗 对 好 能不能再提供给我 SJLIN 好 然后接下来我先传送 各位 各位 你看 我现在先把这个档案关掉 我先把这个档案关掉 我已经共用给别人了 好 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桃园小师这个档案重新打开 你看 谁在上面编辑 谁在上面编辑 等一下这边都会看得到 可以吗 谁 那就要请两三位老师上去 要上去 等一下请你仔细看这边 这边就会看到有些老师在上面编辑工作 对 你自己写 你就写你的英文名字 然后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觉得最好吃的小吃是什么 或者是一份文件的共用 是不是就这样子来去完成 其实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使用技术 好了 那我要继续讲啰 这就是 这就是共用 而且 共用 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麻烦请各位老师离开 对 离开 我们来去看版本控管 好 我现在我就先关掉了 关掉这个档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档案 因为有其他几位老师继续上去编辑 对不对 编辑完毕它是不是就离开 离开它会自动储存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的版本控管 它又会是怎么样呢 滑鼠右键点它 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去看 诶 版本控管在哪里 嗯 奇怪 共用版本建立版本 嗯 奇怪 诶 那版本怎么不见了 版本 管理版本 管理版本 嗯 奇怪 可能这个资料还没有那个管理版本 可是我想再晚一点 应该可以去看到那个管理版本 好 那这个档案 只要有输入 只要有输入 它是不是就会加在这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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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玩 iums 们 玩